基金再連線 好吃好玩 大喜台 終於買到了 終於買到了 還跟人家借錢 對…我跟大王借錢買布格牌 因為我怕我會忘詞 所以我需要道具輔助 這叫方法演技 我今天來到了基隆 我今天帶大家吃一個 在基隆很少會吃到 隱藏版美食 他那是要行啊來很了解 你要印象這個話負責任 你哥半個基隆人 你一定沒吃過 你一定沒吃過 開玩笑 開玩笑 到了… 到了… 我跟你講你下車你每天很驚豔 哪一家 就是這一家 五層酒廠湯好吃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有好要來 等一下… 腳本設定是我現在的安全帽 我才第一次打開玩笑 對啊 我才第一次打開玩笑 我剛剛一靠下去之後 我聽到人家講說 那個安全帽好像是跟我們照顧的 快點… 快點… 我從小就吃這一家耶 你從小吃這一家 你從小吃這一家 老闆娘 你們開幾年了 對 大文你有來過嗎 我沒有來過 但是我真的看了很多節目介紹 或是網路也就是推爆 這個 我看你怎麼點 就這個五層豬腸湯 而且今天店很特別 它不只豬腸是五層 你看旁邊那個周宇峰 你看也是五層的 好別字喔 有沒有... 老闆娘很注重 小細節耶 有沒有 它乾麵 肉根麵 各式小菜 滷肉飯都很別 你就是只要招牌… 已經沒台子了 招牌就要扁了 我先去這... 對啊 要先跟各位觀眾說一下 這家店因為裡面生意太好 所以我們特別移到外面來 這平常是不可以在這外面來吃的 沒錯 可是因為拍攝的關係 先跟大家說一下 沒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天回來 基隆就會有一種 你知道高澱粉 就是高碳水的這種雙煮菜 你看我點了五高飯 已經要吃完了 可是我這邊還有乾麵 滷肉飯這很奇怪是 它不會說像南部那麼甜 或是那麼黏醉 然後就鹹香鹹香的 而且其實它的份量 老實講我覺得沒有太大 這樣一碗20塊 可是其實就是剛剛好的 那種感覺 你的麻醬麵怎麼樣 它的麻醬很順口 是那種會藏在你記憶裡面的 那種味道 多膩的那種 對... 對啊 這個肉根麵 它那個肉根是很大很紮實 也給的很多耶 很大一鍋 真的 味道又好吃 我再來這種乾麵店 我的起手勢就一定會是 餛飩家乾麵這樣子 我剛剛看到它後面現包的 這個看起來 有點像水餃的大小的 我剛剛有聽到一個說法 是老闆娘是用 小顆的米包大顆的量 老闆娘很喜歡挑戰 因為她也挑戰把那個 腸子泡了五層 對 然後所以她這次在挑戰 要做這個餛飩 是用小的包大份的肉 對 我剛剛看到後面真的是這樣 那個皮超小的 挑戰就是你知道 那個表面張力 不要破的那種感覺 這樣我覺得老闆 他這個餛飩為什麼好吃 因為他沒有什麼過多調味 可是因為他一直堅持 32年來只用黑毛豬 黑毛豬的豬頭這麼大 但是白毛豬的豬頭比較小 對 就是那個甜味就不一樣了 老闆很實現 他直接去冰箱拿出 老闆 這就是黑毛豬的豬頭 真的啦 他直接冰箱拿出 然後五層這樣 要不要介紹主角 主角就是這個 挑戰的五層豬腸 對 但是你覺得他真的是五層嗎 我怎麼會覺得超過了啦 感覺是千層喔 這也很明顯 對啊 不會太軟 完全沒有腸子的那種腥味 腥味或什麼之類的 以後再也吃不到 你會有一種 肝腸寸斷的那種感覺 真的好吃 肝腸就是肝腸 肝腸寸斷 肝腸寸斷耶 吃不到五層肝腸 好痛快一點 我真的覺得五層味 好不適合肝腸 你真的覺得他有演戲啊 你湯要不要講一下 好 他麻油味好香喔 還是有加一點麻油味 然後他這個口味比較偏重一點 麻油 麻油 低一點香油而已吧 香油啦 香油 蜂一樣 它裡面有那個香油的口感 自己做咖啡 不會 卡結後製 這樣看到這一塊就知道怎麼剪了 OK 好 這個香油味道很香 它可以把這個濕的這個腸子 完全的味道再提升 就是跟剛剛這個完全不一樣 老闆娘 這個湯頭為什麼是白成這樣子啊 它是大骨嗎 還是什麼東西 頭骨跟豬腸這樣 頭骨 頭骨跟豬腸下去熬 因為我剛剛有偷聽到 老闆的秘方就是說 他的腸子 當天做當天賣之外 最多今天做多一點 明天賣掉而已 不可能有超過第二天以上的 對 而且他是一直在灌人家電話的 就是人家來訂 他一直灌人家電話的 這個頭骨肉 頭骨肉啊 他就是用頭骨去熬這個湯 然後頭骨肉拿來做點小菜 完全絲毫沒有浪費掉任何一點 頭骨肉是很精華的東西喔 它是很嫩耶 它真的好嫩喔 而且它一定要是頭骨旁邊這樣子 把那肉剝下來這樣 專賣內臟的 其實走進去就是 內臟味很重 就像我現在賣牛雜店裡面 會有一個內臟的味道 那見仁見智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只是說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這種好吃 但是味道比較那麼重的那種感覺 對 真的 然後你有發現它每一個 都有配一個小黃瓜這個小菜嗎 對 真的耶 為什麼 你自己喜歡而已 我自己喜歡所以小黃瓜比較清爽 有... 而且好像說還有其他的 還有分店 等於說就慢慢讓大家都可以吃到 這麼好吃的無神豬腸湯 系列 不是要大使牌 對啊 這裡是哪裡 但我們來這邊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基隆廟口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去基隆廟口啦 你真的要來這邊幹嘛 我想說我準備再醞釀了 你不要那麼急著醞釀啊 一個 再檢驗了 安全帽 我是... 對 我這邊沒有安全帽啊 對啊 這個我現在在手機在查 所以好像有點迷路了 冷靜... 我們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對啊 請問一下 仁愛市場 仁愛圓環在哪裡 不是 仁愛圓環啦 仁愛市場 仁愛市場 仁愛市場在哪裡 這邊喔 在那邊喔 仁愛市場在這邊 2樓 2樓 謝謝喔 姐姐 感謝 謝謝 過馬路是不是 過馬路然後又轉 我聞到水餃皮的味道 你們有聞到嗎 我有聞到耶 看一下了 2樓... 謝謝 2樓 姐姐這邊是仁愛市場的吧 仁愛市場 謝謝 有沒有 這個就好市場味道 好 現在要看到囉 2樓的水餃就是在家裡 對啊 所以剛剛那個姐姐推薦的 韭菜口味 對 這邊的韭菜賣得很好 所以才會叫這麼多 你們主打韭菜 你們主打韭菜 對... 因為這裡就是大家都買一些冷凍回去的話 它一次最多是買到多少 對 我有一次都買到80幾包 180 一包幾包 一包四顆 四顆100 對 一包幾包就是1600顆 對 是... 夠 他今天要買2000顆 我今天要買2000顆 我也覺得他看起來像財神經 好 我們這邊請坐喔 老闆 我好像突然有事情 兩個位置就好了 我還要找阿姨 我會找阿姨 我會找阿姨 好 那老闆我先點個2000顆 然後去找阿姨的情況好了 那應該是內用吧 上來了 2000顆的 2000顆啦 其中10顆而已 對 我還有1990顆 每個人形狀都不一樣 對 你看我的是這個形狀 它很黏耶 我喜歡這種手工水澡 旁邊那個皮的口感 對 因為其實 真的很嫩的 摺法不同 口感也不同 先吃個原味好了 好 不用沾醬就好吃了 真的 它裡面本身就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對 我懂它說 為什麼要加蝦子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韭菜水餃 你有時候會覺得那個菜肉餅 有時候菜味比較多 有時候肉比較多那種 對 很難找到平衡 但加了這個蝦子進去之後 那個蝦味煮出來 那個湯汁是融在裡面的 很鮮耶 原先吃那個韭菜的味道 然後再吃肉的味道 最後蝦子解決一切 所以它叫三鮮水餃 這個好吃喔 辣醬 好 這個是他們的羹 魷魚羹 魷魚羹 肉羹 肉羹 這是綜合羹 綜合羹 這個不是肉羹吧 這個是排骨酥耶 我們沒有看過這種肉羹耶 好可愛喔 我們是用豬的後腿肉 然後再骨粉 有先醃製過 再骨粉下去炸 對... 所以它裡面是完全沒有排骨 所以我們的名稱叫做香酥肉 但是其實是像排骨酥一樣啊 對不對 五骨排骨酥 因為我沒有吃過這種的耶 這是我們滿人氣的商量 花枝丸 你也撈一顆好了 你可以吃嗎 可以... 給我吃 我也沒看過 花枝跟酒夠放花枝丸 有這種菜店 對 你吃吃看 對啦 你是用翅膀那塊的肉嗎 對 之後再加上花枝下去打乾醬 你這樣也吃得出來 是翅膀那塊肉 你怎麼吃得出來 那很厲害耶 你有跟老闆娘套好了嗎 我沒有... 我完全沒有... 因為... 但是我真的要講 它真的不是花枝丸 因為花枝丸咬下去不是那種 那個嚼勁 它真的還是跟著那個嚼勁 對 它吃起來怎麼會是 可是我們是做成是原型的 不是 因為我們要保留餐的紮實感 因為... 對... 它翅膀那一塊是最嫩的 因為它一直凍 所以那個肉是非常好吃 非常脆的 而且裡面會保留餐的肉塊 對 對 老闆這是翅膀對不對 對 不是 剛剛那個翅膀已經講過了 這個情報剛剛已經得到了 不會 他們會把前面翅膀剪掉 不會 不會 他們會用我的 是嗎 可是我是來賓耶 他們會用我的 今天來之後我覺得 水餃誰說一定要配酸辣湯 對 你知道嗎 對 就是說其實水餃配它這個羹湯 而且它這個每一個羹 都是真的很用心去手工做 我覺得這一次 有跟你洗牌到了 有大洗牌對不對 有大洗牌到了 雞精在連線 好吃好玩 大洗牌 對 歡迎各位食尚玩家的觀眾們 可以來幫我這個名字 他們會跟他選款 抱我的 抱 抱 會跟我親吻 抱 抱我的名字 就是 老闆會更熱情跟你打招 老闆已經很熱情了 對 還可以更熱情嗎 還可以再更熱情 鳥 這樣子 對